我们刚刚说完了细胞骨架 而各种包裂当中 跟细胞骨架关系最紧密的 就是它中心力 中心力我们在高一说 它是两个互相垂直的 短杆状蛋白质结构 蛋白质构成短杆状而互相垂直 它的名字叫中心力 那现在呢 我要给你们看得更仔细一点 中心力两个短杆状结构放大来 是让它长这个样子 这个管子 是由更小的管子组装而成 而且你仔细看 这边有三个管子 看到没有一二三 三个管子先形成一个板子 这个叫做三连尾管 三个尾管连在一起 哦 尾管出现了 所以这一根 我现在把它画清楚 这一根管子 就是一根尾管 细胞骨架的最初的那一个叫尾管 那这个尾管有三个连在一起 形成三连尾管 好 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个三连尾管绕一圈 就形成这一个短柱状的小管子 而这样的小管子 再有两个互相垂直 就是中心力 所以我说中心力是由三连尾管构成 三连尾管由尾管构成 尾管是细胞骨架 是不是等同于中心力 就是细胞骨架之一 没错就是它 好 那这个中心力形成之后 旁边会有些浓稠的细胞质 这些浓稠的细胞质 就会长出尾管 这个尾管我们叫它 纺翠丝 纺翠丝就是尾管 属于细胞骨架 好 那中心力它的功能 除了形成中心体 长出纺翠丝之外 它主要是跟边毛跟蝎毛的形成有关 所以一个细胞干嘛要有中心力 它要让这个细胞长出 边毛跟蝎毛 那我们刚刚才讲到边毛跟蝎毛 是尾管构成的 所以大家有发现一件事 它们都是尾管 尾管去形成尾管 合理啊 对不对 所以中心力 浓稠细胞质 纺翠丝 然后边毛蝎毛的结构 全部都是尾管这样子的系列 它们就是属于细胞骨架当中的尾管 那我们在高益的时候也强调说 中心力在大部分的动物细胞都有 低等植物也有 那谁没有 高等植物没有 可是还会考你呢 哇 动物有 植物不是全部有 高等植物就没有 什么是高等植物还记得吗 螺子植物和贝子植物 这两个叫高等植物 那低等植物是谁 显胎类跟蕨类 好啦 所以低等植物没有 那各位知道为什么了吗 中心力跟形成边毛细胞有关 低等植物的精子 有边毛做游泳的动作 而从螺子植物开始 没有精子了 改叫精细胞 由花粉的花粉管 来进行运输跟受精 所以螺子植物以后 为什么没有中心力了 因为我不用形成边毛了 所以高等植物没有中心力 是这个理由 我不用再产生边毛 我就不需要 因为有人会说 啊 高等植物没有 可是我们动物还有 然后动物比较低等吗 不好意思哦 动物都还需要边毛 动物也都需要鲜毛 人类的鲜毛在哪里 气管跟舒染管 那人类有边毛吗 你们没有 男生就有 精子 所以人类或动物 还需要边毛鲜毛 我们就保存中心力这个结构 高等植物不需要边毛鲜毛了 它的中心力会消失掉 那所以有些证据说 没有边毛鲜毛的原生动物 也没有中心力 因为它不需要 所以不需要就可以不要了 就这样子 好 接下来这个 有个问题在这边 说 哎呀 这浓稠细胞质 加中心力 叫做中心体 对不对 而植物不是没有中心力吗 它只有浓稠的细胞质 那这个时候呢 我要叫它什么 可以叫它中心体吗 可是它没有中心力耶 所以就出现一个 命名上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叫它 围管组成中心 它的功能就是 组成围管 就是纺锤丝 所以高等植物 没有中心力 依然可以长出纺锤丝 来拉动蓝色体 所以那个构造 可能就不叫它中心体了 叫它围管组成中心 好不好 最后补充一点 就可以下课 围管组成中心的原文 叫MTOC Micro-Tubule围管 organization center 我好喜欢这个缩写 不觉得缩写念起来 就好像某个特殊的情报单位吗 我MTOC的 我MTOC的 好吧 围管组成中心 下课